马卡比四书的原名是《论理性的主权》,也称为《马卡比第四书》,最初可能被称为《论理性的主权》,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初用通用希腊文写成的,这是一本书,这是一种说教或哲学话语,颂扬敬前理性高于激情。 《马卡比四书》,也称为《马卡比第四书》,最初可能被称为《论理性的主权》,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初用通用希腊文写成的,这是一本书,这是一种说教或哲学话语,颂扬敬前理性高于激情。 这是一部结合了希腊化犹太教和希腊哲学,特别是斯多噶学派的影响的作品。 四马卡比的主题是《敬前理性高于激情》,它结合了希腊化犹太教和希腊哲学,特别是斯多噶学派的影响。 作品主要是第二马卡比中遜难故事的详细描述,其一个有七个儿子的女人和文士以利亚撒的故事。 他们被塞留古王朝的安提阿古次世埃皮法尼斯折磨致死,试图迫使他们放弃殉道犹太教。 马卡比四人如何将希腊化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的影响结合在一起。 马卡比四书,也称为《马卡比第四书》,最初可能被称为《论理性的主权》,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初用通用希腊语写成的。 这是一本书,这是一种说教或哲学话语,颂扬敬前理性高于激情。 马卡比四书,也称为《马卡比第四书》,最初可能被称为《论理性的主权》,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初用通用希腊语写成的。 这是一本书,这是一种说教或哲学话语,颂扬敬前理性高于激情。 这是一部结合了希腊化犹太教和希腊哲学,特别是斯多噶学派的影响的作品。